多謝各位各位朋友出席 今天這個雙非孕婦再講產子引起的問題 人民力量其實研究了超過一個月時間 究竟如何去處理這個問題呢 最後我們都是決定 應該以本地立法的形式去作出這個處理 我覺得本地立法的形式 必定會能夠很有效 亦都很迅速地能夠在短期裏面解決這個問題 關於背景那裏先請毓敏講講 跟著劉交雄主席就會講講本地立法 和本土維權的重要性 最後我會講講技術問題 我們大家都看到最近這一段時間 因為那個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 跟著還有其他對內地來的那種抗拒 現在慢慢形成了香港人和內地人 有一個對立的情況出現 當然它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但是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這個是一個最直接 令到香港人覺得非常之反感的一個因素來的 但是還有其他原因當然是不是 也都有些比較極端的那些 就說他們是蝗蟲啦 他們就說你是狗啦 這些所謂社群的撕裂衝突呢 過去在香港是很少出現的 香港相對是一個包容性比較強的社區 就是一個包容性比較強的一個社區來的 就是香港人 那它有些又很堅定地相信自己也是中國人 有些認為我是香港的中國人 有些說我是中國香港人 就是大家都不會因為這一種不同的看法 而會出現一種對立衝突的情況的 我覺得這種情況再發展下去呢 對香港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的 是吧 所以先要解決一個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 這個最重要是吧 因為你現在實在我們整個醫療系統呢 就是基本上是面臨崩潰的 如果你不去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所以我們人民力量比較關注的就是 在那個制度上面 或者在法律上面是吧 就是對於雙非孕婦來香港生兒子 就是究竟有沒有辦法去搗截她呢 現在我們是覺得是應該要搗截 而不是說好像以前一樣 一樣被她預約然後來生 不過呢用一些行政措施就不要讓她闖關 就不要讓她沖這個急症室 就不是那麼簡單 直接是應該需要要搗截的 因為我們現在現有的那個醫療的系統是負荷不了的 是吧 那負荷不了的原因就是你令到我們本地孕婦呢 就是根本就 就是不要說去公立醫院生兒子了 現在你稍為有些錢的人 或者經濟環境好一點 他想去私立醫院 私家醫生 私家醫院去生兒子 都沒有位子給你生兒子 因為他比你富有錢的嘛 大哥 是吧 譬如我們那時候 有些中產階級專業人士 我又不想用這些公共資源 不去公立醫院 那我給我小孩去私家醫院出生 是吧 那好像我三個兒子 我全部都不是公立醫院的 現在已經說了二十多年前 是吧 那時候去私家醫院生兒子 我兒子都很疲勁的 是吧 去浸會 法國 都兩三萬三四萬的 那你給得起 我們就不佔用那個公共的資源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說 你就算你環境好一點 我不想用公立醫院了 喂 你想去私家醫院都不行 都佔滿了 給他 譬如你可以給五萬 他給十萬 或者給二十萬 那你說 作為私家診所 私家醫院 喂 我當然就是 看錢的份上 我不會給你 就是那些給得少錢 那些給得多錢 會排前一點 所以整個不僅僅是公共的醫療系統 連那些私營系統都受影響 所以大家必須要去想辦法 包括你政府也好 就是各方面 你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而這個問題你讓它惡化下去 就會令到另外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社群的撕裂 是吧 然後連自由行 你都不讓別人來了 是吧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不幸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想一下 我們必須要在這個問題上 就是提出一些辦法出來 或者政府也應該有些具體的措施 是吧 如果行政的手段搞不定 就要立法 是吧 所以今天大舊 就是他會在這方面 就有一些著墨 就是可以跟大家說一下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又想說的 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不是說雙非嬰兒的居港權問題 因為有些人已經將它上升到就是說 那這個是一個誘因來的 因為他可以有居留權 所以他就要用來生小孩了 於是我們一定要搞定了 沒有了個誘因先 就是沒有給他有居留權 那他就不離生小孩了 那這個這樣的說法 是不是正確呢 就真的值得討論的 有很多雙非嬰 是吧 他都不住在香港的 如果你說佔用在香港資源那些 是吧 或者各居留權的問題 是不是真的會影響到 整個香港 所有的公共資源 包括教育啊 房屋啊 福利啊 醫療啊 全部都會被他侵蝕呢 那這個呢 我就希望 就是政府都要有個數據出來的 是不是 過去一段時間 就是雙非嬰 在香港居留 究竟是不是對我們整個公共資源 就是那個構成那個負擔有多大 政府應該有些數據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的 是不是 他有些數據出來的 如果這些數據是證實了 真是對我們那個整個公共的資源呢 是構成一個很大的壓力的話呢 那政府是要想辦法了 但是如果那些數據證明是沒有的 根本沒有大影響的話 那這個跟那個居留權呢 雙非孕婦來港產主 跟居留權呢 那個必然關係就不在這裡了 是不是 當然那個是一個誘因 令到他要來生小孩 是不是 這個一定是一個誘因來的 是不是 但是這個誘因就是他擁有居留權而已 那就不代表他一定會在這裡居留的 是不是 所以陳文敏教授才提議說 喂 對那些雙非嬰呢 我們要給予一個 就是居港的期限的規範 就是說如果你離開香港超過一百八十天呢 你就沒有了這個居港權了 這個就是陳文敏教授提議的 但是其實這個都經不起法律挑戰的 大家看回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其中第一項就是 就是說 就是無論他在出生前或者出生後 不是不是不是在回歸前回歸後 回歸後就是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 都是有居留權 有永久居留權 那你就修改基本法啦 釋法啦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釋 怎麼收 所以我們基本上呢 第一我們反對釋法的 OK 第二呢 我們對於修改基本法呢 我們也有點保留的 我覺得那個居留權的問題 到最後是要法庭去裁決 如果有人要打官司的話 是吧 所以這個就是 最重要就是 你要搗截那些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因為是那個對我們的醫療系統 構成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就是我們現在所針對的就是這個東西 OK 但是由於這個東西 所產生的其他那些 所謂社群撕裂的問題呢 我覺得香港人就應該大家要很理性 就是去面對這個問題啦 OK OK